曾在《要听审明的话》的影评里提及过,近日时常听到《新世界秩序》这个名词,即使世界上少数的精英设法要消灭地球上99%的人口,以达到净化世界的目的。 但为何要是99%这个数目呢? 在网台上的节目得知,原来乔治亚洲上有一块引导石,上面便给人清楚地雕刻着,地球最后剩下来的目标人数,刚好是现在的1%。 四肢时令人心寒。 而这套日本电影《寄生兽》,内里也出现一种神秘生物,它们从水里涌出来,侵蚀人的身体,其生存目标,一如上面所说,是为了消灭低等的人类,好让这些寄生兽附身的新品种精英人类,得以雄霸地球。 当然这些生命力强盛,学习速度飞快的寄生兽,有着高级外星生物的特性,既是一个群体,亦是一个个体,它们在学习新知识方面,似乎可以集心灵感应,做及时的沟通传讯,使到最新的概念,可以及时地迅速被散播开去,个人立即受益。 它们适应环境的速度超快,例如在最初的时候,它们轻率地屠杀人类,留下了不少的犯罪证据,因为引起了人类的注意。 但通过心灵感应将经验及知识,做迅速地传递,所以可以立即优化其屠杀行为,指向那些无亲无故的人下手,历史使人类,无法再追查下去,大家当然很容易地孤到,那些无辜的受害者,应该便是露宿者或是独居老人等。 它们心目中的弱势社群了。 当然每种心思复杂的生物,必会有其自觉性,即使会反思自己的生存价值,以及生活模式等。 故戏内那个给寄生兽附身的女教师深经会里,已向她的同类提出了疑问,究竟它们这一种生物,不能繁殖下一代,却只能不停地吃着人类,那么终有一天,当人类给吃尽之时,他们这种寄生兽,亦会走上绝路, 所以她便开始尝试,吃人类的食物,希望能找到跟人类共存的方法。 而男主角阮古匠太右手上的寄生兽米奇,更为独特,因为她常在人类的手臂上,没有像其他同类般,入侵人类的脑部, 所以形成了,她跟宿主唇齿相依的命运,反而在这个过程之中,比其他同类更能够体会人性。 戏里最有趣的部分,是男主角在一怒之下,曾骂她为恶魔,她立即在网上翻查资料,去了解何谓恶魔也,结果却发现了, 人类其实才是世界上最大的恶魔,因为他们像癌细胞一般,不断地蚕食这片乐图上的资源。 但另一方面,由于米奇与男主角有着血肉相连的躯体,反而使他最能了解到燃骨匠太的内心, 例如男主角一直不肯与母亲太亲近,只因为在四岁的时候,于一场小意外中弄伤了母亲, 使燃骨将太觉得忠心歉疚,却又害怕表达出来,唯独是这个附在右手上的寄生兽,才是他的之交,明白其心情。 但于不自觉间,寄生兽却被人类同化了,岂难道这就是经济学上的劣币逐粮币吗? 笔者近日看了不少,此类的日本电影,发觉他们可能受了本国漫画的影响, 在拍摄此类半科幻电影之时,跟和李活的电影比较,能够另辟别境, 不在电脑特技上争雄取胜,反而在细节上下功夫,做出更加深层次,或更多样化的反思。 而跟着来的寄生兽玩截编,自然更令观众们寄望盛影。 最后,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本频道。 请在YouTube上订阅、点赞、给予正评。 谢谢。